HELLO 大家好,我是莫sir 今天會跟大家講的課題是能量和溫度的中間那集 上一次我們講到,當高溫的物體和低溫的物體放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有能量由高溫的物體流到低溫的物體 這個能量轉移的過程就叫做熱傳遞 今天我們就會來計算一下 當熱的物體流失能量的時候,它的溫度會下降多少呢? 而當冷的物體吸收能量的時候,它的溫度又會上升多少呢? 當中的計算就涉及一個新的概念,叫做熱容量 首先我要介紹一個能量的單位 這個單位叫做焦耳,用J來表示 一個J就是多少呢?很少而已 如果你吃一顆金沙朱古力的話,你所獲得的能量大約是30萬個J左右 如果你走一層樓梯的話,你所流失的能量大約是1800個J 當一個物體吸收能量的時候,它的溫度會增加多少呢? 我們是可以透過實驗找出來的 那你首先要找一個物體回來吧 如果在學校實驗室裡面的話,通常就會用一杯水或者一塊金屬的 那你就將它加熱,然後你就量一下你向這個物體輸入了多少能量 然後再量一下它的溫度提升了多少 如果你的實驗做得準的話,你應該就會發現 溫度提升的幅度ΔT和你輸入的能量Q是成正比的 通常我們就會把這個關係寫成Q等於CΔT 而這個C就叫做那個物體的熱容量 單位是JC負一次 那你可能會問,為什麼叫做熱容量這個名字呢? 你想像一下,如果一個物體它的熱容量很大的話 那你就要輸入很多的能量才可以令它的溫度提升少少 但是如果一個物體的熱容量很小,而你輸入相同的能量 那它的溫度就會提升得比較多 所以熱容量小的物體就給人有些好像裝不下太多能量的感覺 好了,如果我們再進一步去仔細地看看熱容量的話 你會發現它是與物體的質量有些關係 例如我當你不知道在哪裡找到三大塊鐵回來 而它們的質量分別是1KG、3KG和5KG 那如果你試一下去量它們的熱容量的話 你會發現3KG那塊的熱容量是1KG那塊的3倍 而5KG那塊的熱容量就是1KG那塊的5倍 那1KG那塊鐵的熱容量就叫做鐵的比熱容量 比熱容量就用符號世界C來表示 它的單位有點長的 是JKG負一次C負一次 意思就是說每個KG有這麼多熱容量 那以後當你有一塊鐵的時候 你只需要量一下它的質量 然後將這個質量乘以鐵的比熱容量 你就可以找到這一塊鐵的熱容量 比熱容量裡面的比字就是比例的意思 好了,我們剛剛一次過說了很多東西 讓我們來把剛剛說的東西整理一下 首先,當一個物體吸收能量的時候 它的溫度是會增加的 而吸收的能量Q 和溫度增加的幅度ΔT 是有以下的關係的 就是Q等於CΔT 這兩條式又可以寫Q等於CΔT 請你一定要記得這兩條式 因為接下來我們會不停地用它們 好,那我們就來試一下看看一些例題 這條影片裡面的例題是有PDF版可以下載的 下載的連結可以在下面的影片資訊裡找到 裡面的題目已經有中文版和英文版了 但是接下來我講解的時候 是會用中文版的 那我也提一提你 如果你覺得我接下來講的東西講得很快的話 記得你可以隨時把影片暫停 想清楚,然後再繼續看 還有你也不需要一次過看完兩題 你可以先看了一題 關掉一條影片 消化一下 然後下次再看第二題 好,那我們就來看看第一題了 首先我們先讀一條題目 窩子女裝著0.8kg的水和一些香腸 即是說首先有個鍋 鍋裡面有些水和幾條腸 而水的質量是0.8kg 他們的溫度為25度 小敏把他們加熱至80度 即是水和腸本身都25度 接著就變成80度 好,那情景就是這樣 那我們要做些什麼呢? Part A 以知香腸的熱容量為500g 師傅一次,找出香腸吸收了多少能量 即是我們已經知道那些腸的熱容量 現在就要找一下它吸收了多少能量 記住啦,當我們思考任何有關熱力的問題的時候 你第一樣要問自己的東西 永遠永遠都是 能量由哪裏流動去哪裏? 好,那我問一下你了 由哪裏去哪裏呢? 是由熱的地方去冷的地方 好明顯的火就是熱的 水和腸就是冷的 所以能量就是由火流動到水和腸那裏 好,那有多少能量流到腸那裏呢? 我們有兩招可以用的 第一招是Q等於Cdelta T 第二招就是Q等於MCdelta T 我們看看哪裏呢? Q就是我們想找的東西 腸吸收了多少能量 那麼delta T是什麼呢? 題目已經告訴我們 由25度升到80度 所以溫度的變化 delta T就是80-25度 那麼我們又有沒有C呢? 如果你剛剛有留心看題目的話 你就會知道 香腸的熱容量C 是500JC負一次 所以我們就已經有足夠的資料去找到Q了 所以香腸吸收的能量Q 就是等於Cdelta T 即是500乘80-25 那麼你讀一讀計算機 就是27500J 那麼我們就搞定了部分A 接著就輪到看部分B 今次我們就知道了水的比熱容量 然後就要找出水吸收了多少能量 其實這題和部分A是差不多的 有能量在火流動到水那裏 所以水的溫度就增加了 水吸收了多少能量 那個Q也是可以用這兩條式去找出來的 那麼我們有沒有delta T呢? 有,一樣都是80-25度 然後我們又看看我們有沒有大C呢? 咦?今次是沒有的 不過我們是有M和細C的 水的質量M是0.8kg 而水的比熱容量細C呢? 就是4200JKG負一次C負一次 於是我們又可以找到Q了 所以水吸收的能量Q就是等於mcdelta T 即是0.8x4200x80-25 那麼你又是多一多計數機呢? 就等於185000J的 那麼通常我們最後的答案呢 就拿三個有效數字的 那麼我們就搞定了部分B了 這一題就比較簡單直接一點的 接下來我們下面看的題就會複雜少少了 但是如果你能夠掌握這一題背後的思維 那就代表你對能量和溫度的理解已經相當不錯了 那麼我們來看看題目了 大衛把0.05kg溫度為4度的牛奶 倒入0.3kg溫度為80度的熱茶中 即是說什麼呢? 即是大衛就把奶倒入茶裡 那奶的質量就是0.05kg 溫度就是4度 而那些茶的質量就是0.3kg 溫度是80度 以知牛奶和熱茶的比熱容量分別為 3900JKG負一次C負一次 和4100JKG負一次C負一次 好!即是他把奶和茶的細C都給了我們 現在我們要做什麼呢? 就是找出牛奶和熱茶混和後的溫度 那當你攪拌了一杯奶茶之後 它最後的溫度是等於多少呢? 那我們就暫時假設這個最後的溫度是T那麼多度 接著就看看題目裡面的資料 可不可以幫我們找到T等於多少 好!一開始我們要問的都仍然是同一個問題 能量由哪裏流動去哪裏呢? 是由熱的地方流動去冷的地方 茶是熱的,奶是冷的 所以能量就由茶流動去奶那裏了 下一個問題就是有幾多能量在流動呢? 都是用回那兩招 Q等於Cdelta T和Q等於MCdelta T 那我們來看看茶先 關於茶有些什麼是我們知道的呢? 我們知道茶的M是0.3 而茶的細C就是4100 看來第二條色好像是比較關系的 第一條好像不關系的 我們就暫時不要理它了 接著呢,溫度的變法 Delta T就是等於80-T那麼多度 但是我們是不知道Q等於多少 所以單重查的情況 我們是沒有足夠的資料去找到T的 所以我們就要看看奶 看看裡面有沒有什麼有用的資訊 那關於奶我們又知道什麼呢? 我們知道奶的M是0.05 而奶的細C是3900 還有就是奶的Delta T是等於T-4那麼多度 但是我們同樣都不知道Q是等於多少 那怎麼辦呢? 不用怕 只要將茶和奶這兩個情況擺在一起 所有問題就會解決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你想一下,能量是由茶流動去奶那裡的 所以茶所流失的能量 應該是等於奶所吸收的能量的 換句話說,茶的Q和奶的Q是一樣的 於是我們就可以把這兩條色擺在一起 所以我們就可以這樣寫了 假設奶和茶混合後的溫度是T那麼多度 由於茶流失的能量是等於奶吸收的能量 所以我們就有0.3乘4100乘80-T 等於0.05乘3900乘T-4 那當你用少許時間去解開這條方程式的時候 你就會找到T等於69.6 所以茶和奶混合後的最終溫度就是69.6度 好久了 嘩,嘩,好長啊這條片 那剛剛示範的就是這一課裡最核心的內容 請你確保你明白了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千萬不要急 等你明白了之後就要做練習 練多幾次,慢慢你就會覺得得心應手 那這次就說到這裏了 下一條片我們會討論剩下的納納雜雜的東西 跟著就會完結了能量和溫度這個課題 到時見,拜拜